云林县新增了两例本土确诊案例 分别是案4019还有案4222 其中案4019的父亲是案3868 父亲曾经到过万华茶艺馆唱歌 而案4222是案3937的母亲 这两例都是家庭群聚感染 县长张立善表示 西罗将在24号设置社区快筛站 另外虎伟台大医院也要开设持续性的快筛站 希望从疫情热区返乡的民众 都可以前往筛检 而前一天六房妈照常举行了过炉一驾一试 出现了不少人潮 县府也将开罚6万元罚还 疫情升温大街小巷加强消毒 云林又新增两起本土确诊案例 分别是案4019和案4222 4019是23岁男性 前一天确诊各案3868的儿子 主要活动范围都在西罗14号15号 去朋友家和素食店 16号去打麻将朋友家晚上到市区想买宵夜 而17号18号没有外出 19号20号到医院裁检 检验结果是阳性 而案4222是86岁的女性 是案3937的母亲 多数在东士乡的公庙 长青食堂都是外带 儿子确诊后母亲也被送到医院裁检后确诊 针对4019案 他的CT值是24.1 422案的这个 他的CT值是28.6 属于家庭群序的个案 西罗的大牛浦公园的篮球场 那我们同样设置这个社区快筛站 另外胡伟台大医院开设持续性社区快筛站 张立善也呼吁从热区 例如双北台中等返乡的乡亲 可以前往筛检 先前林内乡一名确诊个案 因为精神状况不佳 无法清楚交代足迹 县府设立社区快筛站 目前检验结果都为阴性 疫情紧绷 但22号六房妈却照常举行过炉移架仪式 虽然只有移架不绕境 还是出现人潮 县府也予以开罚 并没有依照我们大家的规定 室外已经超过10人 采取6万元的罚款 疫情持续未缓解 张立善也宣布 云林境内的餐饮场所 23号到28号 停止店内饮食防疫尾上 记得郭真云林采访报导 云林采取7万元的罚款 青年采取7万元的罚款 并未缓解